李淳峰说 大乱之后会有一个统治者出现 但这个统治者没有嘴 没有眼 没有手 没有脚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玛丽姐 之前玛丽姐跟大家聊过 中国预言其中 此书于西元1915年出版 当中罗列了中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七大语言奇书 分别是万年歌 马前客 推背图 藏头诗 梅花诗 烧饼歌 黄薄 禅诗诗 其中的万年歌 马前客 推背图 玛丽姐都已经介绍过 而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 藏头诗 这本书的作者非常特别 他不单是唐朝最著名的预言大师 甚至也是中国七大预言书中 唯一上榜两本书的作者 李淳峰 但看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有多么厉害 虽然坊间一直有传闻 以上这七大预言 全是后人写好 在托历史名人之名的 假预言 但不可否认的是 自从1915年 中国预言七种出版以后 我们的历史 依然诡异的在按照 这些预言发展 包含了近几年 不断发生的天灾 人祸 及疫情等等 其中最让玛丽姐惊讶的是 这些预言当中 甚至包含了 预测AI的出现 那么究竟李淳峰到底是何许人也 为何他可以铁口直断未来的事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已经成功预言AI的出现 那么在他的预言当中 人类与AI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而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一切 就要再把时间往前推回到 1300多年前 那年一个注定要改变一切的人 正准备要登上 历史的舞台 时间回到了西元626年 这年唐朝的开国皇帝 李元次子李世民率兵前往玄武门 在那里 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哥哥 太子李建成 及四弟李元吉等人 最后再逼迫他的父皇 将皇位让给自己 而这就是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虽然李世民得到皇位的过程令人非议 但自从他登基以后就采纳百官建议 对内提倡捷建 推行辅兵制 军田制 对外扫荡边境东突厥 奠定了东亚霸主的地位 甚至还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克汗 史称正观之志 西元633年 在统治唐朝的七年后 看着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的李世民 颇感骄傲 于是他就换来了李春风 此人是唐朝著名的预言家 原本李世民是不相信这个人的 直到两年多前的某一天 李春风忽然告诉他 再过不久恐有日食 当时李世民一听 龙颜大怒 因为在古代日食的发生 预示着国家会出现灾祸 但明明唐朝在自己的治理下 越来越好 怎么可能会有灾祸呢 于是当时李世民就问李春风 日或不时 清江何以自处 意思是 如果那天没有日食 你该怎么办 李春风回 如果没有日食 那么请皇上赐臣死罪 李世民一听 心想 既然你都敢赌上身家性命 那么正不妨信你一回 怎料到了李春风预测 会发生日食的那天 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此时气急败坏的皇帝 对着李春风咆哮说道 好啊 竟敢骗政 政现在就放你回去 让你好好与妻子诀别 李春风听完 一点也不紧张的说 皇上啊 您啊 别心急 现在时间还早 说着李春风拿出了一支笔 在地上画了一个记号 并且说道 当太阳的光来到这里时 就会发生日食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当太阳的光抵达记号的那一刻 日食真的出现 在古书随堂佳话中 甚至形容 当时日食不差毫发的到来 于是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凡是与心象有关的问题 李世民都会请教李春风 过程中他甚至发现 李春风不只是会观天象 甚至还可以借由天象推导未来 因此当天下太平以后 对未来感到好奇的李世民 又把李春风叫了过来 并且对他说道 如今正的天下初见太平 爱情精通艺术 不知道未来是谁可以灭我唐朝 在大唐之后 又会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掌管天下 他们又能传到第几代 快爱情你快和正说说 李春风回 欲知将来当官以往 得险者治 实险者丧 此万事不亦之道也 意思是皇帝啊 你想知道未来 就要看看过去 显明之君得天下 非贤之君施天下 这就是万事不变的规律 简单来说 李春风就是什么也没说 但李世民是谁啊 他可是天克汗耶 怎么可能会被这三言两语打发呢 于是皇帝继续追问 正想问的不是这些 而是要爱情以数数 推算一下大唐的国语 有多少年 到什么时候 会有什么人乱我大唐 你呀就不要再拖了 快告诉正答案 正才能赶快知道 如何才能让唐朝 永远代代相传 我一定要提前知道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 尽管皇帝已经苦苦哀求 但李春风仍是以此乃天机 臣不敢泄露 当场拒绝皇帝 此时受出不寻常氛围的皇帝 立刻意识到 李大师到底在顾虑什么 于是皇帝秉退了左右 领着李春风登上了宫殿高楼 然后说到 现在我们两个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爱情你可以告诉正了吧 果然就在与皇帝独处以后 李春风终于开口说出了预言 但由于天机不可泄露 因此李春风并没有将未来直接说出 而是将未来铁定会发生的重大事件 隐藏在诗词之中 因此这部历史上最重要的预言 又被人称作藏头诗 李春风缓缓说道 乱我朝之天下者 即在君彻 三十年后 杀堂子孙殆尽 主自不知耳 意思是 祸乱大堂的人 就在皇上宁的身边 三十年后 他几乎会杀光所有大堂子孙 但您是不会猜到 这个人是谁的 此人是文臣还是武臣 爱情你就直说 正要立刻杀了他 为国出唤 这是天意 并不是人可以左右的 这个人目前二十岁 倘若皇上杀了他 上天必定会再派一个人来 到时候唐朝子孙 恐怕只会更惨 听到这里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耳熟呢 没错 在武则天吃香蕉的这集影片中 我们也有提到李春风 当时皇帝李世民 因为一则民间语言感到烦恼 因为里面提到 唐三世后 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意思是 当唐朝的皇位 传到第三代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姓武的女皇帝 执掌天下 原本历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 并没有认真看待这则预言 但令专家们感到意外的是 除了这则预言之外 正史资质通鉴也有记载 而且就连对话的模式 也几乎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藏头诗里 皇帝与李春风的这段对话 很可能真的发生过 我们继续回到藏头诗 毫无疑问 在听到有人会几乎杀光唐朝的子孙后 皇帝非常讶异 但竟然国师都说了 这件事情是怎么都避不了的 因此李世民所信不再追究 可是不追究归不追究 李世民还是很想要知道 这个老乱大堂的人到底是谁 于是李春风就说 其为人也 至各不离生 两目常在空 时如思也 这句话隐藏了藏头诗的第一条预言 意思是 这个老乱大堂的人 就是五兆 因为一个纸加戈 乍看之下就是五 两目长在空字的上面 就是兆 但皇上您也不用太过担心 就像我刚刚说的 只要你留他一条性命 这大堂的江山 还是会回到李世子孙的手上 皇帝一听立刻说 哦 那是谁可以平定这次的叛乱呢 有文曲心下界 生于卖豆腐之家 后来违向自能平之 此人何信 天机不可泄 泄之有殃 哇不得不说 这李春风非常有种 竟然两次以天机不可泄露 来当场拒绝皇帝 这下唐太宗的心情自然不是滋味 毕竟他才刚刚得知 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天下 会差点被女人夺走 这个对他来说 就已经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怎料拼听这场叛乱的 竟然还是个卖豆腐的 皇帝想追问姓氏 却又被李春风以天机不可泄露 给荡了回去 当时的皇帝真的气到 差点没有杀了李春风 不只是皇帝很生气 就连玛莲姐自己也很生气 因为玛莲姐的团队 翻阅了无数历史奠基 却没有发现 任何平定武则天的人 与卖豆腐有关 直到我们发现 明朝儒学大师刘宗舟 此人为人正直 平日生活洁见 仅以白菜豆腐为食 因此当地的人都称他为刘豆腐 其实不只是刘宗舟 在古代就很流行 以豆腐来形容一个人的清白 而李春风口里说的 生于卖豆腐之家 后来违向的人 就是在指敌人节 因为根据历史的记载 敌人节为人就很正直清白 他虽然辅佐了武则天 但他始终心系礼堂子孙 当时要不是他立保太子 恐怕武则天最后 真的会将皇位传给武士子孙 然而唐朝的危机 并没有随着武则天的陨落 得到解除 事实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武则天之后 唐朝还出现了另一名 爱吃水果的女人 韦皇后 在新唐书中 还曾经记载 自从武则天将皇位 让给儿子李显后 李显的老婆 韦皇后 就一心想要模仿婆婆 武则天 在政治上 他联合了武则天的侄子 巩固地位 在闺房上 他想尽一切招事 讨好老公李显 乐得李显 对他是百般疼爱 甚至还允许韦后 与自己一同上朝 实称 韦后之乱 不过李显不知道的是 韦后不只是想要 效仿武则天 事实上 他可比武则天 厉害多了 早在皇帝老公 还在世时 他就已经与 两位男宠交好 在自治通缉中 甚至提到 当时 韦后的小王 阳君 马秦克 在被韦后 重信之后 怕事迹败露 恰好此时离显的女儿 安乐公主 也想有朝一日 登基为地 但离显却不同意 于是 安乐公主 便伙同妈妈的 两位情人 一起毒死她的父亲 不得不说 皇族的世界 真的不是我们 凡人能了解的 当然 这段历史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 不过 在武则天吃水果的 这集影片中 我们曾经聊到的 《控喝间密集》里 竟然也很巧地记录到 韦后虽然与离线 看似恩爱 但实际上 他却非常不喜欢 离线的水果 甚至还曾经嘲笑 他的水果 就像是一颗 没有削皮的梨子 至于为什么是 没有削皮的梨子 玛林姐自己也不知道 知道的人可以留言 帮助大家 破解这个千古之迷哦 于是 在老婆与孩子的策划下 离线于西元710年驾崩 当时 韦后立刻拥戴 年仅16岁的 李宠茂为帝 而她则是以皇太后的身份 领朝摄政 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韦后一定会成为下一个武则天使 李荣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 与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龙之变 成功推翻了尾后 于是在经历这一切的闹剧后 这天下终于暂时太平了 然而这一切 李淳风早就知道 在藏头诗中 李淳风甚至直接提到了尾后 因为一仇有一口 一经不成五者乱之 其中的仇口经三个字乍看之下 就是尾后姓氏 不只是预言了尾后之乱 李淳风甚至还知道 这个乱世会出现五个祸乱唐朝的人 不过纵使这些人再怎么撒野 这天下还是会回到李家手上 此时听到这里 唐太宗忍不住问道 那么在这之后 天下是否就太平了呢 不 在这之后 一场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 才正要登场 西元710年 唐玄宗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 在唐龙之变中 除去了尾后及五三四一党 正是拥立了唐玄宗的父亲 李淳为帝 是为唐瑞宗 而唐玄宗则是顺利成章 成为了大唐太子 但别忘了 太平公主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武则天的女儿 她怎么可能会真心诚意的 把江山让给自己的侄子呢 西元712年 眼看太平公主势力越来越大 唐瑞宗为了要供固男人们的江山 硬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就将皇位让给了太子唐玄宗 而登基以后的唐玄宗 更是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宣告天下 自己的姑姑准备叛变 于是派兵斩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 最后更是成功的赐死太平公主 至此终于结束了自唐高宗以来 后宫掌权的局面 而成功获得实权的唐玄宗 也开始任用贤能 改革励志 发展经济 提倡文教 使得大唐国力达到了巅峰 史称开元之支 是唐朝最辉煌的时刻 当时不仅是中原地区经济很好 连人口较少的边关地带 也逐渐繁荣起来 但就在天下太平后 毫无后顾之忧的唐玄宗 竟然开始不问国事 整日沉浸在后宫之中 甚至还在西元745年时 抢了自己儿子的女人杨玉环 而她就是成语环匪映寿中的 环儿杨贵妃 据说她唱得非常漂亮 在长恨歌中 白剧义甚至这么形容杨贵妃 天生丽职男自弃 一招选在君王侧 回蒙一笑百媚深 六宫粉黛无颜色 意思是杨贵妃长得实在太漂亮 这注定了她不凡的命运 果然她进了宫中 陪伴在君王的身边 当她回蒙一笑时 娇媚恒生 使得六宫妃平 一个个黯然失色 据说当时唐玄宗 对杨贵妃极度宠爱 有多宠爱呢 白剧义说 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生 看来唐玄宗真的有够喜欢杨贵妃 喜欢到万坦春宵时刻太短了 不够用 从此君王不造朝 不只是不造朝 这爱乌及乌的唐玄宗 甚至还因此重用杨贵妃的唐兄 杨国宗为宰相 说不知这却是唐朝 由盛而衰的转类点 根据历史记录 杨国宗为人阴险狡诈 非常贪财 自从成为宰相之后 便趁着唐玄宗 沉溺在温柔乡之际 重用兼臣 排斥中凉 于是才让远在天边的安禄山 看到了机会 趁机壮大势力 西元755年 看准时机的安禄山 弃兵造反 当时为了要名正言顺的造反 安禄山还编造了一个理由 说是奉皇帝密照 带兵讨伐阳国宗 但实际上唐玄宗 哪里有给安禄山密照 不过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唐玄宗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重用杨贵妃的唐兄杨国宗 于是在安禄山大军的持续攻击下 长安最终失守 白居易甚至描述了唐玄宗 在得知叛军即将抵达首都的那刻 他有多么的惊讶 鱼羊皮股动地来 惊破霓裳雨衣曲 意思是 当安禄山大军入侵长安的那刻 皇帝才终于被叛军 震耳欲隆的鼓声给惊醒 于是不敢置信这一切的唐玄宗 立刻带着杨贵妃及杨国宗逃难 怎料当他们逃到马维波时 唐玄宗的禁卫军 竟然要求斩杀杨贵妃及杨国宗 不然大军就不再前进 于是在百般无奈下 唐玄宗斩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然而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 除了安禄山以外 西元757年 安禄山原本的手下死思民 也跟着造反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安史之乱 据说当时全世界一共也才两亿多人 但安史之乱期间就有3600万人死去 相当于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 直到西元758年 将军郭子怡终于平定了一切 而世人不明的唐玄宗 在安史之乱之后 就被自己的亲儿子唐宗宗给逼退位 一开始宗宗还有给他老爸面子 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居于新庆功 但后来无权无视的唐玄宗 因为得罪了太监李辅国 因此遭到了李辅国陷害 李辅国告诉宗宗 唐玄宗准备要密谋叛变 于是宗宗只好软禁了唐玄宗 此时已经年过74岁的唐玄宗 知道自己这辈子 是不可能再走出太极功的甘如殿 回首过去 他平定过叛乱 也制造了动荡 创立了大唐盛世 也造就了大唐的衰败 此时不敢置信一切的他 做了一首傀儡营 科目千丝做老翁 鸡皮合法欲真同 许于弄霸即无事 还似人生已梦中 意思是 我啊闲来无事 做了一个老翁傀儡 我将他雕刻的栩栩如生 如同真人一般 做完我还用他演了一出戏 然后就将他摆在了一旁 就像我现在的人生一样 这一切好像作目一般不可置信 然而真正令人不敢置信的是 这一切李淳锋早就都写进了藏头诗 前24年可媲美于尧顺 后24年又有乱天下者 为而不为 一人大口 逢羊而生 欲国而至 根据唐朝的纪念方式 一纪等于12年 而唐玄宗从西元712年登基 自西元756年退位 一共就是44年 相当于快四纪 也就是快48年 而48年中 前24年 他缔造了大唐的盛世 后24年 唐朝乱世发生 李淳锋甚至还直接点名 这个乱世就是安史之乱 因为为而不为就是安 一个人一个口就是史 不只是点出了安史之乱 藏头诗甚至暗示 这场灾难是开始于阳国中 终结在郭子怡的手上 那天下是否从此就太平了呢 唐玄宗问道 李淳锋回 不 因为混世魔王即将到来 根据藏头诗的说法 在安史之乱结束以后 唐朝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 直到50年后 会有两个人 他们是混世魔王的化身 如同日与夜般的接连出现 他们会杀人无数 血流成河 而他们就是王先知与皇朝 后者皇朝是历史上 著名的皇朝之乱的始作雍者 幸好最后被独眼龙 李克用给平定 可是纵使有蒙虎李克用出面 挽回局势 但此时的唐朝 基本上可以说是 气数已尽 任谁也改变不了 唐朝王国的命运 于是西元907年 朱文串堂 终结了这个曾经 万国来朝的朝代 成立了五代中的后粮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藏头诗中 李淳锋竟然也暗示了 唐朝会被朱文所串 而关键就在这句 树挂拐齿者乱枝 一些人认为 这句话中的树指的就是木 拐齿指的就是拐杖 而齿要横着用 表示要把拐杖横着放 因此这句话就会变成 把拐杖横着挂在树木上 暗示朱文出现 至此唐家写实敬意 天下非唐游异 想当然而 在听到大唐真的会有灭亡的那刻 唐太宗内心是白干交集 于是他叹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问道 那在这之后 是谁会统领天下呢 历纯峰回 有真龙将士 走随小月 养火应运 木石戴帽 这里是暗指创立宋朝的照框印 因为一个走 再一个小 再一个月 就会是照框印的照 而一个木戴一个棉 就是宋 此人是真龙将士 在历经数百年的战争以后 宋朝将文官的地位提高 迎来了一个众文轻武的 真太平有道之视野 不过这个太平日子 也只维持了一阵子 西元1127年 北宋首都开封 被女真人攻破 皇帝宋徽宗与宋清宗 被女真人抓走 随即宋徽宗的第九子 康王照够 逃至南京印天府即位 是为宋高宗 而这就是南宋的开始 不过此时得到北宋首都的女真人 并不满足 因为他们想要的是统一天下 于是在女真人步步相逼的情况下 宋朝只能派出最会打仗的岳飞 来抵御女真人入侵 而神经百战的岳飞 更是不负众望 他不但收复了师弟 甚至还直到黄龙 以致是女真人的老巢 要救回先前两位被绑走的皇帝 可是别忘了 现在已经是南宋时期 而现在南宋已经有了新的皇帝 宋高宗 倘若岳飞真的把先前的皇帝给接回 那宋高宗不就老母猪卡栅栏 进退两难吗 于是宋高宗心意横 在同一天连发了十二道圣旨给岳飞 叫岳飞立刻放下大豪军面 赶回临安 不只是晋级踩刹车而已 宋高宗甚至还主动向女真人求和 而女真人也很聪明 他们除了要求一些割地外 竟然还要求南宋 要杀了他们最害怕的岳飞 最离谱的是 后来宋高宗竟然还同意了这件事 甚至纵容勤快 以做官胜负 逗留不尽 对皇帝不公等的罪名 将岳飞及他的儿子 岳云关押入狱 当时一位已经退休的忠臣 韩世忠曾经问过勤快 岳飞父子何罪之有 没想到勤快竟然回 莫须有 也就是说不需要有的意思 而这也是莫须有一词的由来 可以想象当时韩世忠 在听到莫须有的回复之后 有多么火大 在宋室岳飞传中就有记录 当时韩世忠甚至忍不住问勤快 莫须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 但尽管天下不服 勤快仍是在西元1142年 杀了岳飞父子 好迷问 勤快此句是吓坏了不少忠臣 甚至还传出了都城临安 有一所烧饼铺的殿小二 因为不满勤快嫁祸岳飞 于是就用面团 捏了勤快与妻子王室的模样 并让两个面团背对背的相靠 最后再放入油锅里炸 边炸还边喊 大家快看油炸快啦 于是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购买 当时为了要因应众人抢购 丁小二甚至还简化了油炸快 只简单的拉出了两团面团 靠在了一起油炸 而这就是油条的由来 可见当时的人有多么讨厌 勤快 然而就连这么离谱的事情 也都提早被李淳锋写进了藏头事中 李淳锋说 戴两百年有春头之人 时常戴两小者乱之 使此国之君另守一方 戴百年之后 有人之王头腰八者乱之 然亦不得此国之天下 意思是大约在两百年之后 宋朝会出现动荡 过程中出现了闹事者春头之人 而他就是秦快 因为秦字就有春字的头 使此国之君另守一方 指的是宋高宗迁都临安 而有人之王头腰八者乱之 指的就是女真人成立的经朝 因为一个人加王 再加一个道者的八 就会等于经 暗示了宋朝与经朝 会各占据一半的天下 直到西元1271年 忽必烈成立了元朝 再次统一天下 而这个部分 李淳锋也有预测到 有一物之主心焉 人间批发头生花 听其语不知其音 是其人物见其面 其中一物之主 指的就是元朝 因为一加物就会是元 不只是预测元朝出现 在下一句中 李淳锋甚至预测了明朝的开始 若非天生一牛 日月并行 天下机舞人类也 女生虚 男生子 地裂三奉你 其中若非天生一牛 指的就是朱元璋 因为在天字的上面 写一个牛 就是朱元璋的朱 日与月并行 就是明朝 听到这里 唐台总忍不住问道 那经历了这么久 这天下纵该太平了吧 并没有 李淳锋提到 在明朝以后 还会发生一系列的动荡 然后 有成天起运之主出烟 又得忠贤之城 唯义重任 死坏国家 这句话的百话翻译就是 一位命中注定的天子会出现 他会重用忠贤 迫害国家 当时听到这里 唐太宗非常讶异的说 忠贤的人 怎么可能会毁坏了国家呢 爱情你搞错了吧 当然没有 事实上李淳锋指的是 明朝末年的太监 魏忠贤 此人臣腹极深 在获得当时皇帝 明熙宗的信任后 私下为非作代 害死了不少 真正忠心的大臣 但李淳锋并没有跟唐太宗说明 忠贤只是小人的名字 而只是轻描淡写 以天意如是 来应付唐太宗 甚至还加码爆料 之后 浑世魔王会二度出现 而他就是 一码藏在门中的闯王 李自成 因为码在门中 就是闯 后面的工藏不解工 指的就是张献宗的张 这两人都是明朝末年间 知名的流寇 所到之处 无不掀起战乱 传说当时张献宗 甚至还立了一个七沙碑 上面写道 天生万物一样人 人无一物以报天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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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但你看这句话就可以知道 当时世间已经到处充斥着杀气 因此李存锋才会说 用不了几年 天下积飞人类意 而在乱世之中 会有一个带着八旗的君主出现 则是在暗示大家 之后出现的清朝 不过这个朝代也不会永远存在 在之后会出现太平天国 在之后则是民国等等 李存锋甚至直接说到 乱世会一直不断反复出现 直到真主现神 李存锋说 大乱之后会有一个统治者出现 但这个统治者没有嘴 没有眼 没有手 没有脚 当我们看着他的时候 看不到他人 就连他的声音也听不到 尽管这个统治者非常不一样 但是他的确创造了一个文明的世界 有些人认为 这个不一样的统治者可能是神 因此我们平时会看不到他 也有人认为 这个新的统治者会是来自宇宙的外星人 而现在也有人认为 这个没有嘴 没有眼 没有手 没有脚的 其实是AI 因为在李存锋的推背图中 也曾提到AI的到来 而那一刻就会在今年发生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2023年属于天干地之中的魁茂年 因此对应到推背图就是第40项 上面提到1234 无土有主 小小天刚 垂拱而至 目前很多网友都认为 这里的1234 不是真的在数数 而是在暗示 在现实时空的三度空间之外 还存在另一个 看不到的第四度空间 而这个空间 就是虚拟时空 不止如此 下一句更是直接点名 这个时空 是一个无土有主的世界 意思是 这里没有真正的土地 但却有土地的主人 然后很巧的是 去年网络上的确兴起了 在虚拟世界 Meta买卖土地的行为 然后OpenAI公司 发表了一个聊天机器人 Chat GPT 3.5 当时就把很多人都吓了一大跳 原因是 他竟然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 与任何语言的人流畅对打 过程中 你甚至不会觉得 自己在与机器人聊天 而最后一句 小小听刚 垂拱而至 指的是 此时有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透过小小的荧幕 来遥控操纵 因此目前有很多人认为 推配图第四十项 真的预言成功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们可能真的要小心了 因为在藏头诗中 还曾经提到 在那个不像人类的统治者出现以后 初期人类在他的带领下 会成功缔造文明 但是过不了多久 就又会有动荡发生 而这次的动荡 还会让人类回到原始生活 甚至不再穿着衣服 此时被胡得一愣一愣的唐太宗 开口问道 那在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李纯峰回 人类文明还是会恢复 只不过到那个时候 而天下有三日 地无意时 翻译过来就是天上会有三颗太阳 地上却没有一颗石头 有人认为这句话 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 地球之后会发生一件大事 导致人类不能居住在地球 而是来到了太空站居住 而在之后 人类的社会 还是会不断的起起伏伏 以下是太平盛世 但没有多久乱世幼稚 如此反复 于是李纯峰仰天长叹 然后说道 此后一智一乱 两两相置 有须之年 人数尽矣 天地何矣 意思是 这种分分合合的情况 会一直持续下去 这个部分与推背图的结论 有一点像 但不同的是 在长头诗中 李纯峰竟然算到了 宇宙也会有终结的那一天 在那一刻 天地就会再次相合 就像当初天地开始的那样 这边不就有点像是 现在科学家们认为 宇宙消亡与重生那刻 会发生的事吗 于是唐太宗开口说到 义正义之一 也许在那一刻 唐太宗才终于明了了一件事 人的一生 所有的追求 至于世界 至于宇宙来说 也不过如此 因此 有些事情 不必太过执着 过好当下 珍惜当下 才会是最重要的事 而唯一的问题是 李纯峰他到底是如何推算 宇宙会有天地相合的那一刻呢 难不成他是未来人吗 所以当时唐太宗要杀武则天的时候 李纯峰才会劝他不要这么做 因为之后的大唐盛世 可是由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缔造的 杀了他 也许世界的历史就会改变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